大家都在讨论的这个字 校正回归 那么其实阿丁部长他说 研判疫情需要正确的数据 校正回归这件事在美国早有先例 交给资深记者宛柔 这校正回归到底是盖牌还是先牌呢 昨天陈时中抛出了这个名词之后呢 可以说是引发各界的一片哗然 因为多数台湾人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词 但其实呢这个在国外是蛮常见的 因为只要你是检验能量不足 或者是通报塞车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所谓的校正回归 也就是补灯的情形 以去年4月呢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为例呢 他们就因为这个补灯的状况呢 导致这个时间差呢 出现长达8天的落差 也因此呢 这美国的大西洋杂志呢 他们就两名记者 去年也推出了COVID追踪计划 他们透过这个移动平均线 让这个报告日以及裁剪日阶层线 让民众可以更清楚来知道说呢 像这个COVID-19呢 他的疫情到底是趋缓 还是变得更严峻了 那么再来看到 这个阳性率呢 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其实这个波士顿大学的流行病学 跟全球健康教学的教授福克斯呢 他自己就提到 像这个确诊数呢 阳性率跟病莫数呢 其实他认为这三个东西都应该要呈现 而不是只呈现单方面的 那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好关注说 现在疫情的整体状况 那如果以阳性率来看 最好就是要在5%以上 那如果阳性率大于10%的话 那就代表有危险 这可能意味呢 可能有漏掉的个案 或者是筛减量做得不够 好来看呢 就是专家观点 根据这个阳性率的增加或下降 宛柔有最新解析 除了公布确诊数之外呢 这CDC从昨天开始呢也公布 这阳性率的趋势图 那我们来看到这张昨天公布的趋势图呢 在5月15号的时候呢 这个阳性率的是6.3% 那么之后呢 是渐渐的往下降 到5月21号呢 是来到了2%点准 那么陈时中就说呢 其实从5月15号起呢 这个阳性率看起来是逐步下降的 连续几天都维持在2.2%到2.9% 看起来这个疫情呢是没有爆发的倾向 认为是有被控制下来的 但这个东西准吗 其实现在就有人认为呢 这个陈时中讲法不完全正确的 这个李建章 他是台大医院急诊部的临床副教授 他说阳性率的算法呢 其实就是把确诊数当分子 而检验量呢当成是分母 但是如果今天裁减量暴增 但是确诊数上升 但阳性率可能还是会有走这样的趋势 这样子就会营造出一个假性的安全感 所以他认为呢 应该同时公布确诊数 总检验数 以及阳性率的长期趋势呢 才让民众可以更知道 现在疫情的走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另外他也说呢 政府应该要把阳性率回归到 最少的行政区 聪明防守分配筛减资源 还有如何分配时间了 在家工作其实要如何平衡生活 未来将会是一个趋势 加个宛柔 那么这台湾的防疫提升为三级警戒之后呢 不少人纷纷开始居家办公 而不出门 那居家办公其实也另类的 让这个外漂族或者是北漂族 反商工作 像是一名这个在香港担任 平面财经媒体的编辑 他就说呢 他其实在国外工作非常多牛 那在疫情前的时候 他就回到台湾来了 那少了香港的高房租之后呢 他每个月可以多存三万多元 看起来是蛮多的 所以呢 但是呢工作量并不会减少 但他觉得这就是远距办公的好处 那另外还有外商网路公司的行销业务员呢 他说其实早在去年疫情升温之后呢 公司就已经轮流上班了 但就怕有些员工在家里混水摸鱼 所以有的主管就会要求说 你要上传这工作日志来代表 你有没有认真工作 那现在这个张黄珍 他是台湾商业颜色院的副院长 就说其实在亚太国家呢 早就有超过三成的民众 是在家工作的 但是台湾目前呢 只有百分之十六 是透过远距工作 所以他认为很多年轻人呢 可以吸引年轻人 来做远距工作这一块 到时候可以住在一些卫星乡镇 也有助于卫星城镇的发展 那脸书也预告说呢 未来五到十年的全球将有五成的员工实施 远距办公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